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射程能达到45千米 不过卡车炮最引以为豪的自然不是其火力 而是机动性 凯撒的最大速度可达到每小时100千米 最大越野行驶速度每小时50千米 满足了现代炮兵快打快撤的需要 可以说只要是卡车能到的地方 卡车炮也都能到 相对而言 预待时自责炮某多小时极为珍贵 长距离开进则必须要依靠火车或平板拖车 局限性不小 而且由于凯撒全炮战斗权重不过17.1吨 他还可以钻进运输机中进行空中机动 具备了战略机动性 凯撒入役后还经常执行违和任务 有人说违和行动不能上重武器 那么很明显凯撒塞了闹 相对于履带底盘 有炮塔及一定装甲防护的自行榴弹炮 凯撒这样的卡车炮虽然在防护性 火力持续性上不及对方 但在经济性 远程机动性 维护性上却有不小的优势 正是由于看到了这样的优势 凯撒之后 各型卡车炮风气云有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瑞典弓箭手了 弓箭手最大特色是高度自动化 从开箭阵地到定位目标 装定射击猪圆 瞄准射击 射击后复位 全都是自动化的 因而其炮班成员仅需三人 且行军战斗状态转换极快不到半分钟 服役的弓箭手同样采用52倍155口径的猪流炮管 不过钥匙相较于凯撒增加到了25升 有利于提高出速和增大射程 由于弓箭手自动装填效率极高 其最大射速也达到每分九发 堪称世界之罪 值得一提的是 弓箭手配备的亚斯王神剑炮弹 该弹可在保证10米进度前提下 达到60公里射程堪称恐怖 弓箭手的全封闭成远舱和主要部件 达到了北约三级防护要求 和抵御轻武器炮弹破片攻击 成员舱备有塞网装置和灭火翼爆系统 其底盘还能抗衡 热功筋压巴反装甲壁垒充气多 战场生存能力比一般卡车炮高出许多 欧洲卡车炮如此风靡 亚洲已不甘忍后 大家可能以为卡车炮 不就是卡车图个炮那么一嘴 可能要真这么想 那么就和越南人又到一个湖里了 越南近年来展示的卡车炮是这样撒的 从外形上看就还算得要让人落泪的感觉 这迷马怎么有种穿越感 原来越南家二战时即诞生的M101榴弹炮 硬生生夹在了卡车上 无论炮还是车都不争直视 等驼车炮倒是真的 至于京都什么的 这自行车咱就不要想了 而在当年两山轮弹中 用大炮将越南掠出降的中国同样也在搞卡车炮 2006年 我国成功研制了SH1型155毫米卡车炮 和SH2型122毫米卡车炮 这辆新卡车炮主要是针对国外市场综合性能在中上水平 在缅甸夜兵中 中国造SH1卡车炮和无际魔改曾一同公开亮相 呈起了缅甸陆军半壁江山 我国多年前曾出口过一型火炮 堪称打遍全球 以美军头疼不已 您可关注明彩虎微信回复火炮前往了解 与此同时 中国陆军自身也在装备卡车炮 这便是PLC-09式122毫米榴弹炮 这款火炮已经大量列装 目前有望云猛式体系相搭配 构成新式轻型快速机动部队 我们知道基于8×8底盘研发的轮式装甲体系 目前正成为中国陆军的新宠 然而考虑到底盘的承受能力和性价比 8×8体系的火炮 目前最大只做到了122毫米口径 很明显 湿率及压制炮兵还需要更大口径 新式155毫米卡车炮 可能成为磁内部队的一个选择 或许未来不久 我们就将看到自用型155毫米卡车炮了 我们拭目以待